保罗达哥罗西人书 第一章 奉上帝旨意 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和兄弟提摩泰 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 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 愿因为平安 从上帝我们的父归与你们 为门徒的信与爱与望 感谢上帝 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常常为你们祷告 恩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 并向众圣徒的爱心 是为那级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 所听见的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也传到普天之下 并且结果增长 如同在你们中间 自从你们听见福音 真知道上帝因为的日子一样 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 一同作独人的 以巴佛所学的 他为我们作了基督忠心的执事 也把你们因圣灵所传的爱心 告诉了我们 为门徒加增智慧 力量 忍耐 祷告上帝 因此 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 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 祈求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 吾性上 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 对得起主 凡事蒙他喜悦 在一切善事上结果指 漸漸的多知度上帝 照他荣耀的权能 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 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欢容 又感谢父 叫我们能与众圣徒 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旅 我们在爱子旅得蒙救赎 罪过得以赦免 爱子是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 是首生的 在一切被造的已先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做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为的 主治的 执政的 掌权的 一概都是借着他做的 又是为他做的 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靠他而立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 是从死女首先复生的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 便借着他 叫万有 无论是地上的 天上的 都与自己和好了 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 因着恶行 心里与他为敌 但如今 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 叫你们与自己和好 都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 无可扎避 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应当稳固 不离开福音的盼望 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行心 根基稳固 坚定不移 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 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 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 我保罗也作了这福音的执事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 祷告欢乐 并且为基督的身体 就是为教会 要在我肉身上 保满基督患难的决险 我照上帝为你们所赐我的职份 作了教会的执事 要把上帝的道理 存得存备 这道理 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 但如今 向他的圣徒显明了 上帝愿意叫他们知道 这奥秘 在外帮人中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 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使各人在基督里 圆存 我们传扬他 使用诸般的智慧 劝戒各人 教导各人 要把各人在基督里 圆圆传传的 引到上帝面前 我也为此劳苦 照着他在我里面 运用的大能 尽心揭力 第二章 我愿意你们晓得 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 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 是何等的尽心揭力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 因爱心互相联络 以致风风足足 在悟性中 有充足的信心 使他们真知上帝的奥秘 就是基督 所积蓄的一切智慧 知识 都在他里面藏着 我说这话 免得有人 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 我身只需与你们相离 心却与你们同在 见你们循规道举 信基督的心 也坚固 我就欢喜了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就当遵他而行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防备不合真理的学问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 不照着基督 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 就把你们老去 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封城 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 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 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 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功用 在罪中死 蒙恩得活 你们从前再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 上帝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 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由图没了在律例上所写 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据 把他撤去钉在十字架上 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老来 明显给众人看就像着十字架跨性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折旗 月索按食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这些原是后视的影仪 那形体却是基督 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 和敬拜天使 就夺去你们的掌赏 这等人驱离在所见过的 除着自己的欲心 无古的自高自大 不辞定元首 全身既然靠着他 根捷得以相助联络 就因上帝大得掌进 不要在世俗中活着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脱离了世上的小学 为什么形象在世俗中活着 服从那不可拿 不可常 不可摸 等类的规条呢? 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 说到这一切 正用的时候 就都败坏了 这些规条 使人徒有智慧之名 用诗意崇拜 自表谦卑 苦待己身 其实在克制欲体的情欲上 是毫无功效 第三章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 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地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 荣耀里 气咎更生 所以 为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 以及 腦恨 愤怒 恶毒 毁谤 并口中污谓的言语 不要彼此说 不要彼此说方 因你们已经脱去救人 和救人的行为 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漸漸漸更生 正如做他主的形象 在此 并不分希利尼人 犹太人 受割礼的 未受割礼的 化外人 西古提人 为奴的 自主的 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 又住在各人之内 外心是联络全得的 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 聖结蒙外的人 就要全怜悯 因慈 謙虚 温柔 忍耐的心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严隙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遥述 主怎样遥述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遥述人 在这一切之外 要存着爱心 爱心就是联络全得的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 你们也为此蒙照 归为一体 且要存感谢的心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用诗章 众词 灵歌 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心被恩感 歌颂上帝 无论作什么 或说话 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借着他感谢父上帝 劝夫妇父子 主僕 各尽其分 你们作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你们作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不可抚待他们 你们作儿女的 要凡事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你们作父亲的 不要惹疑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你们作仆人的 要凡事听从你们育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土人喜欢的 总要全心诚实敬畏主 无论作什么 都要从心里作 像是给主作的 不是给人作的 因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 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 乃是主基督 那行不易的 必受不易的报应 主并不偏待人 第四章 第四章 你们作主人的 要公公平平的代博人 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 应当行切祷告 警醒感恩 你们要行切祷告 在此警醒感恩 也要为我们祷告 求上帝给我们开全道的门 能以讲基督的奥秘 我为此被捆锁 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 将这奥秘发明出来 当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你们要爱识光音 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盐调和 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 有我亲爱的兄弟推机鼓 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 他是忠心的执事 和我一同作主的伯人 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 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 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 阿尼西母同去 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 他们要把这类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 与我一同坐牢的阿里达古 问你们安 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 说到这马可 你们已经受了吩咐 他若到了你们那里 你们就接待他 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 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 是为上帝的国与我一同作供的 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 有你们那里的人 作基督耶稣布人的以巴佛问你们安 他在祷告之间 尝为你们揭力的祈求 愿你们在上帝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 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 他为你们和老底家 并希拉波立的弟兄多多的劳苦 这是我可以给他作见证的 所亲爱的医生路家和底马问你们安 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发并他家里的教会安 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 叫他们也念 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 要对亚基布说 无要谨慎 尽你从主所受的职份 我保罗亲不问你们安 你们要纪念我的困所 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